我们学佛做人有时候对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心里不平衡 实际上学佛就是要平等心,无分别心 那什么叫平等呢?什么叫无分别呢? 无分别心就是把别人要看成平等的 台长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学佛 每一个人的性别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本身的品格都是一样的 这就叫平等 我们并不是说你家里富有和贫穷这个平等 是你同样在人间都有机会获得一个平等的待遇 也就是说能够由平等心来学佛 所以台长看到你们都是一样的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未来的菩萨 把你们看成未来的菩萨 这样你的心才会平等 人的不平等实际上就是由自己的愚痴和无知造成的 因为你觉得它比你低,它比你高,它比你修的差,它比你修的好 才会造成这些对人间的伤害 所以一个人如果今天用平等心来照亮自己 你慢慢地贪嗔痴慢疑 自然就无所遁形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关照自己 平等 看别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化解就是化解 薄就是把你捆起来 你想帮助众生 帮他们身上的绳子解掉 你实际上就要借众生薄 实际上你就是在学佛 台长经常说 你是一个医生 你必须要帮助别人 把身体看好 你首先要成为医生 你听见那些病人咳嗽 呕吐 你心里难过吧 所以你首先要懂得怎么样来学习 怎样来理解别人的痛苦 你学佛之后 你就知道什么是别人在受苦 所以帮助别人 所以帮助别人 首先自己要理解别人 很多人嘴巴里说我要帮助你 但是根本不能理解别人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做人 要把自己境界拉得高一点 做人 我们要懂得精进 要忍耐 要有精进的精神 要懂得 一个人受苦受难 实际上就是为了让你理解人生 所以我们学人 做人 学做人 要忍耐 要懂得化解 因为看见别人身上有毛病 我们心里都不能忍受 不耐烦 这样 你会把自己弄伤 你非但救不了别人 而且自己还在倒退 所以学佛人 整天要想着众生 把众生比为自己 用众生的意念 来消除自身的意念 也就是说 为了众生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私欲消掉 为了救别人 我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烦恼消掉 因为别人的烦恼比我要多 就是因为想着别人的烦恼 你自己反而变得什么烦恼都没有 很自在就很清闲 所以希望你们 什么都要想通 要没有烦恼 没有忧伤 学佛就是学一种克制 实际上又懂得 什么是自然产生的 自然的 就是有缘分的 所以克制 就是要 懂得戒 有戒律的人 才会懂得克制 否则今天 你说你有戒律了 明天你又克制不了 这就是你的境界 修得还不好 学佛人 道理 都要聚取听道 我们生活当中的善言善语 我们就是生活在净土的世界当中 你修得再好 你一定要境界提高 学佛言佛语 行菩萨道 思维就是善良的 所以 要学会 有菩萨的境界 才会做到 法布施 所以让人的布施 就是 在他用 最大的能力 在救别人的时候 就是一种 法布施 所以希望你们 经常要替别人分忧 解难 替别人 去学菩萨 好的东西 坏的东西 都不去想 都不去思念 我们说 不思善 也不思恶 方正菩提生 就是说 善良的和恶的东西 在人间 实际上 它都是一种缘分 而当 这些缘分过了 你 也 看不到什么 问题的存在 所以 不思善 不思恶 就是没有 我执 没有 我念 也就 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的人 才能去和别人 生活 没有自我的人 才会受到 别人的爱戴 整天有着自我 你就会 进入 自私的环节当中 你就会 成为一个 很自私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 做人 心 本非心 无名 也就是说 心本来 也不思善 也不思恶 是你外在的意识 强加在 他的身上 让他成为了 一个 有亮 有暗的地方 所以 心 就是你的 指挥部 心 本来 是没有的 但是 心 本非 无名 暗 但是 善心 和恶心 他又 犹如 乌云 和 浮云 遮住了 太阳一样 一会儿黑 一会儿白 一会儿阳光 普照 有时候 又是黑暗 无比 这就是我们 在人间 常说的 什么事情 都会过去 如果你不能 抓住 意识 存在的 瞬间 你可能 会失去 意识 对你的 帮助 你就 见不到 你的 本性 你就 离开了 缘分 你就不能 接近 如来 如来 真实的 生活 所以我们 学佛人 最要紧的是 守戒 这个人 活在世界上 如果不懂得 守戒 就等于 不懂得 遵守法律 他就会犯罪 如果 学佛的人 不懂得 守戒 他也会犯罪 那 就是犯阴律 犯阳律 以后会到 地狱去 所以任何 学佛的人 守戒 戒为 学菩萨的 根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